除了AI教父之外 半導體女王也來了 AMD董事長暨執行長蘇茲峰 上午在台北國際電腦展開展前夕 發表了主題演講 他一身桃紅色上衣 戴上招牌鑽戒登場 氣勢非凡 更宣布發表專為遊戲設計的新晶片 以及挑戰全球運算速度最快的CPU 他預計在明天會造訪供應鏈 並在下榻的酒店宴請科技大佬 拉攏供應鏈開場關係 台北國際電腦展開展前夕 熱鬧非凡 館內一早湧入排隊人籠 準備一堵半導體女王蘇茲峰 打頭陣發表的主題演講 早安 大家好 一開場就用中文打招呼 AMD董事長暨執行長蘇茲峰 一身桃紅色外套亮相 也呼應Computex的logo 招牌大傳介跟戴在手上 顯得氣勢非凡 今天我很興奮示 我們新的Ryzen 9000 CPU 是世界上最快的消費電腦電腦 把我們的新的Zen 5 Core 秀出專位遊戲設計的全新Zen 5核心晶片 以及Ryzen 9000系列CPU AMD首批產品預計7月就會上市 蘇茲峰也發表第三代生成式AI處理器 並邀請合作夥伴微軟跟HP代表上台分享成績 自嘗自己中文還有進步空間 這回蘇茲峰來台 為四號開展的Computex暖場之後 預計在周二造訪供應鏈 晚間將會下榻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宴請科技大佬一桌約三萬元起跳 而前幾天會達執行長黃仁薛也才設宴 選在台菜餐廳價格相對清明 兩大AI巨頭拼廠展現實力也拉攏供應鏈台廠關係 周五蘇茲峰將會回老家台南出席半導體論壇 這年會更特別 跟AI對新增強化的新興趣 強調AI晶片是AMD目前第一優先項目 蘇茲峰鎖定AIPC全力進攻市場 持續打造全新AI世界 這是台北綜合報告